讓我們一起感恩 讚嘆 不只妙禪開名車 引發課稅爭議 財團法人也常被質疑是避稅工具 稅改將開槍對鼓勵課稅 就是所謂的鼓勵免稅的規定 應該要予以刪除 對 這個你贊成嘛 對 好 事情沒那麼簡單 我們一樣要檢討 亮出醫療財團法人收支 2016年以武利益3億2000多萬 但鼓勵收入卻達到100億4億1700多萬元 而現行法律提供抵免要繳的所得稅竟是零 對於上百億的鼓勵要磕稅的目標以外 第一個 我是嚴重懷疑啦 你是不是可以磕得到稅 在稅制上面這樣子的安排 誰讓大型醫院變成庫斯拉 不過長庚醫院行政中心特助 蘇輝成回應 持股都是創辦人王永慶所捐贈 且也沒涉入台塑集團營運 核癌控股之說 只是根據衛福部資料 全台醫療財團法人共有53家 包含廠跟醫院 紫季和亞東等前三大 也都將受到影響 如何讓一個法律制度裡頭去規範 他購買 或者說他投資的一些布局 跟他的一個方向 甚至是上了線 不過學者擔心財團法人不能向一般企業分配盈餘 沒有重複課稅的問題 稅改後恐怕也會讓小型的 財團法人尋找裁員更加困難 財團法人收入的部分 常常都是他們正派經營財團法人的一個主要的問題 解決避稅問題 但財團法人淪為控股 恐怕還得靠進一步限縮 否則補了一棟還有一棟 東森財經新聞 劉伯奇 潘玉泉 台北報導